早前有媒体报道 巴胜加普空难的小型飞机制造商宣称 去年10月已经发出停飞令 不过我国民航管理局表示 没有接到相关通知 民航管理局首席执行员诺拉兹曼今天表示 逝世的小型飞机在事发当天 持有有效的适合航费证书 他说如果停飞令是基于制造商 和经销商之间的商业原因 就无需通知有关当局 如果是出于安全因素 就必须通知民航局 诺拉兹曼指出 如果停飞是出于安全考量 制造商发出通知之后 欧洲航空安全局将向所有拥有 相关飞机的注册国家 发出停飞指示 对于飞机制造商Black Sheet的声明 诺拉兹曼表示 有可能欧洲航空安全局 没有义务通知我国民航局 因为马来西亚不是失事飞机的注册国 在加普坠毁的飞机是在意大利注册的 为什么要对于飞机的注册 在飞机上有点 外质量最受册的 我选择就能在飞机里面 在飞机上 用这个时候 有点